9号、10号两天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云量是增多的,气温偏凉 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 而11号将会是这星期天气最好的一天 不过12号周五晚上开始 又有东北季风报道 周末将会是阴雨绵绵的天气 提醒民众出门的时候 要记得携带雨具 适时的增添衣物 春无三日晴 春天天气变化快 9日、10日两天受东北季风影响 花东地区云量较多 气温偏凉 云封面的东半部 伴随局部短暂降雨的发生 到了11日周四 东北季风减弱 也是本周水期最少的一天 气温也将回升 在9号、10号的时候 我们的高温基本上会比较低 因为我们受到这一波东北风的影响 然后到11、12的时候 我们的高温大概就上升到24度 不过起伏相差大概都是2、3度一个情形 并不是说差很多 所以现在东北风下来 因为它的风面也比较北边 所以它对我们的温度影响 并不会像1月12月的时候 那些强烈比较强烈的气团下来 影响的情形比较那么严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低温大概都在 18、19度一个情形 所以这一周大概是在11、12号天气会比较好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预测晚上大概还是会下雨 所以基本上你如果早出晚归 你可能还是要带一下雨具 然后还是要穿一下雨 比较洋葱式的穿法 穿一些外套 然后在东半部这边 我们还是持续对花莲这边 让它发布长浪的讯息 所以基本上如果要去海边 垂钓或是细水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海况 突发的状况 注意自己的安全 春天天气多变化 好天气仅维持一天 周五晚上又将有另一波东北季风暴到 周末将会是阴雨绵绵的天气 而东部沿海也会有长浪发生 提醒民众留意自身安全 并携带雨具 以洋葱式穿法 适时保暖 记者长方燕华联士报导